大家好,又到了周末 然后这次主要是想先分享一下本周的一些操作 另外就是想介绍一下十年多转了十多倍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基金 好,这一次视频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首先是基金的选择 因为基金现在也公募基金已经好几千个了 所以其实也比较难选 另外就是介绍一下十年多翻了十多倍的基金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这个APP它推荐的CopCop 以及我们最后怎么去根据一些基金组合 去抄这个别人的作业 好,先来看一下本周的操作 本周基本上还是继续卧倒不动 因为这个市场风格还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 因为周五的时候下跌了 所以还是选择少量的买入 我感觉好像最近都是黑子星期五 所以有一些定投都可以选择周五去投 因为发现周五的时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去买入 当然这周五可能跟这个川普说 要去搞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有关 比如说要下架这个抖音还有腾讯 所以可能中概股要比较惨了 好,然后看一下这周的盈利 然后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吧 甚至比上周还多了一些 然后累计现在大家可以看这两个金额 一个是蚂蚁财富 还有一个是弹卷基金 打算还是先继续持有 本周基本上没有怎么动 好,这个是我目前个人的一些持仓 当然只是用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做任何建议 我目前的持仓有比如说有交银的新生活力 富国医疗 加持新兴 富天赋 消费 然后新拿奥运的新能源 还有景顺长城 这是蚂蚁财富上的 然后弹卷上的话 有这个富国天赋 新权趋势 然后延华周小盘 还有这个工艺养老 对,另外还买了这个 他的弹卷上的一些组合 比如说这个中欧的全明星 跟这个新权进取 好,接下来就是想分享一下 关于基金的选择 目前公募基金有好几千个 其实也非常的难选 跟股票一样也很难选 那我们怎么去选一些比较好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成立十多年 然后翻了十多倍的一些 非常厉害的大浪逃杀的这些基金 比如说这些就是十多年 翻了十多倍的 这个是在一个证券网上截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这什么华夏大盘 然后新权趋势 然后富国天赋 对,这些都是十多年翻了十多倍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年化回报 平均都在20%左右 所以都是收集的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你如果能拿十年多的话 翻了十多倍还是非常厉害的 对,这个其实就给了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比如说有一些长跑健将 像是富国天会的这个朱绍兴 然后新权的董承飞 还有这个景顺 鼎怡的刘远春 所以我之前其实持有的一些基金 就包含了他们三个人的 就比如说我买这个景顺长城 新兴成长 它也是这个刘远春的 而且近年以来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如果去选择这些长跑健将 他们所管理的基金应该长期收益也不会太差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参考 对,另外比如说还有一些怎么去选呢 就很多比如APP它都有推荐 这个推荐它靠不靠谱呢 这个比如说就是我最近在蚂蚁财富上发现 它有一个叫做好基工作室 它里面会推荐一些 我们看到它这一次本周推荐的是中欧时代先锋 然后互联赋价值精选 新权趋势 还有这个前海开源再融资 对,其实这几个长期来看也都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推荐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你点进去发现还是很多人亏钱 为什么 对,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投资时间比较短 拿不住 然后短期波动还是比较正常的 可能很多人稍微亏一点就开始骂这个基金了 所以下次如果还是碰到这种推荐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调研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基金它长期的收益怎么样 这个基金经理它靠不靠谱 就是这个基金经理它有没有跳槽 或者是这个它历史上的这个回撤怎么样 对,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长期投资 长期来看一个好的基金经理 他基本上能给你带来比较丰厚的回报 但是可能有一个缺点就是比如说这也很多比较知名的一些基金 很多人去买 很多基金它盘子一大了 可能这个管理起来就不好管理了 然后导致很多收益也不如以前了 对,不过从我目前我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来看 比如像新权趋势 还有这个复国天会 今年的收益虽然不是特别顶尖 但其实还是中上等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投资这些老牌的名基 好,最后再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关于基金抄作业 其实很多新手他刚接触基金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买 其实可以尝试去考虑一下基金组合 这几年其实基金组合也比较流行 就比如说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用了这个蛋卷 其实他就是因为一开始他有一些基金组合 我去跟着别人抄作业的 所以我就有一部分钱是放在这个蛋卷里面的 对,这几年的大家可能会看到 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基金大V 或者是一些基金公司会选择一些组合 然后投资者可以去在这上面一键跟投 就比如说 其实这个中欧全明星也是我跟投的一个 目前的话收益率还可以吧 大概因为买的比较晚 所以其实最近有点买在高点的 不过也是有8%左右的收益 比如说看这个它是中欧股票全明星 中欧还是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基金 也基本上都涵盖在了中欧全明星里面 不过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提倡是你持有三年以上 并且它是一个中高风险 还是一种积极增值类型 就它选的一般都是股票或者混合基金 所以风险也是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立以来 收益率有90%多了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看到它的年化是23%左右 对所以还是成立天数是1000多天 可以看到还是需要去长期投资 才可能给你带来比较好的回报 对 当然这个我依旧不是建议 我只是做一个推荐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不知道买什么 你可以去看别人的一些组合 就比如说有比较出名的什么银行螺丝钉 或者是一些什么酒物组合 就是很多大V它有自己的组合 大家可以去看别人的组合持有的哪些基金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参考 必定非得去买这些什么基金组合 因为有时候这些组合的话 都是同一个公司的 可能同一个公司 它有时候风格比较像 所以也是一个缺点 好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了三种选择基金的方式 第一种是十年十倍的那些基金长保健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人管理哪些基金 我们可不可以买 第二个就是说APP的推荐 对当然这个推荐 有时候推荐的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们依旧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基金它长期收益 是不是比较好 还是说万一别人打了广告 然后把这个投资者给坑了 第三种就是说这个关于抄作业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别人一些基金组合 一些大V的组合 他们的持有的哪些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去做一个 我们自己选择的一个参考 这个就是我自己选择的三种方式 因为每个人的风格的承受能力 然后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 每个人的年纪也不一样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 去挑选一些比较好的基金吧 就比如如果你比较年轻的话 可能是以增值为目的 会选一些积极增值的类型 那比如说如果你年纪偏大的话 可能需要稳健的 就选一些稳健保值的 但这个所以就没有特别统一的标准 好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吧 希望可以买个好基 然后都能挣到钱